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德传媒,我是Gary 自从总加速师出访,行程未结束,又逃跑以后 关于习连任不连任的问题,在海外的网络世界已经吵翻了天 我个人对于习连任与否,没有什么执念 只是想就事论事表达我的观点 但是,我个人认为,习一旦连任成功 中共随时随地都有崩溃的可能性 中共二十大名单虽然已经出炉 总加速师阴魂不散的名字也位列其中 但是,仍然不见他出来走两步 只要他一天不出现,就一切皆有可能 根据过去他几次消失的经验来说 我个人更倾向于他身体出现了状况 那为什么说习连任,中共会随时倒台呢? 如果中共一旦像前苏联一样瞬间崩溃 中国人心理上准备好了吗? 如果总加速师真的像传言中说的那样 被软禁或者被赶下台 又是一个什么结局呢? 那好,这一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内容 请朋友们都放松心情 可以各述己见 只要不是恶意攻击谩骂的 我个人一律不会删帖文 咱们也算是顺便做一个真实的民意测验 看看有多少朋友希望总加速师下台 有多少朋友希望总加速师继续加速 那过去的节目中呢 我们无数次的讨论了中国经济 有一个数据我曾经看到过 但是没怎么太在意 那最近再次看到 觉得有必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那我个人的观点 总加速师连任中共随时倒 那这个观点是基于我过去在节目中 详细分析的中共国各种相关的数据得出的 总加速师继续加速 还有可能因为另外一个重大的隐患 从而引发中共内乱 那咱们还是先说数据 后面再说隐患 在众多的数据中 最为严重的就是这个就业数据 因为就业直接关系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的人数达到了 1076万 毫不意外的创下历史新高 这在过去的节目中呢 我们已经详细的说过 更雪上加霜的是 从多年前开始 高校生想要拿到正式的毕业证 必须得找到实习单位签三方协议 这个三方协议就被算尽了就业率 实际上啊 这个90%的人都没有实际找到工作 另外呢 还有800万往年积累的没就业 两个数据加在一起就差不多2000万了 那再把总加速是清零的成果给加进去 那这个数字至少是5000万年轻人失业 根据香港的中共喉舌香港01的报道 9月16日 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8月份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 其中 16岁到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8.7% 要知道在5.3%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背后 是至少2亿灵活就业人员 2亿人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截止到2021年底的灵活就业人数数据 考虑到今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 明显超过2021年 尤其是今年二季度疫情冲击之下 出现的大批企业关闭 可以预料目前中国灵活就业人员 只会比去年年底的2亿人更多 香港01早就写过相关的文章说 青年稳则社会稳 反之亦然 近代以来 青年人因为独有的特质 血气旺 顾虑少 充满激情 容易冲动和叛逆 使得青年人的不满 容易影响社会秩序 无论是中国内地 香港台湾 还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 世界各国的经验都反复说明 一个社会能否稳定 长治久安 与青年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有着密切联系 就业是民生之本 直接关乎社会稳定 任何一个社会 不论宣传的多么美好 一旦失业问题突破临界点 势必容易滋生矛盾 造成社会冲突 妨碍社会稳定 这是古今中外 亘古不变的朴素道理 疫情三年的轮番冲击 和2021年各部门监管中 合成谬误的叠加影响 多少企业倒闭 多少人被迫失业 陷入守庭口庭的危机 这也是为何近年以来 内地社会心态和氛围 明显趋于悲观和消极 负面情绪蔓延 可以说就业问题 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 已经是摆在中共20大面前的 一个难题 这是中共香港官媒的报道 实际情况一定比他们说的 严重的多的多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 日期严重 退休金被贪污 以及入不敷出成为常态 年轻人没有谋生的出路 赚不到钱 老年人的退休金又越来越少 这些危机都已经达到了 一个临界点 总加速式的清零政策 正在火上浇油 让危机的爆发时间 不断向前推进 别说总加速式满脑子斗争 这不管经济 就算一个懂经济的领导人上来 也很难解决以上面临的困境 因为人口问题是经济发展的硬伤 等着吃饭的人远远超过了做饭的人 最后一定会有大量的人吃不上饭 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于毛拉肉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没见识过富足的生活 而这一代年轻人是在衣食乌忧的环境下长大的 让他们跟着一群神经病一苦思甜 那个画面呢 我个人是想象不出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维稳费和军费 日经亚洲上个月29日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掌权后 在反腐行动上采取零容忍态度 如今这种零容忍已延伸到社会维稳的各个层面 中国2020年以公共安全支出为名的维稳经费 达到了2100亿美元 不但十年内成长于一倍 且高出童年军费的7% 那今年来种种做法显示 官方对社会的控制不减反增 如果把中共国比作一间公司的话 那现在就是入不敷出吃老本的状态 员工们有想辞职的有想罢工的 那这样下去还能坚持多久呢 无论是印钱也好 或者是用什么金融手段 最终的结果必须是大部分人能够达到收支平衡 现在已经是在借钱度日了 那再这样下去 借钱都借不到的时候 中共也就彻底走向了崩溃 而总加速师在20大连任 很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 那跟大家分享几个视频片段 今天星期天这么多人找工作 真的是人上人海啊 找工作的人啊 这是露村露村才能 这找工作的人你看一个车 一个车子来了 差点的车子看 车子都推着 晚上在这里捡东西吃 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了 他好饿好饿了 我这里有东西给你吃了 你还砸我万事 刚才我给他东西吃 他不吃他还打我 经过一份考虑 我还是选择去上海大城市 我觉得大城市应该机会比较多 广东那边我已经不想再找了 找得太心累了 所以今天就买了一张213块钱的火车 运作 如果在上海再找不到 我就要回家了 在外真的 我快要坚持不下去了 只能选择回家去了 在广东找工作 找得太心累了 找不下去了 所以跑到上海就不要难 在外面打工 这个太难了 要不是生活所获得 愿意又 便会流离呢 我不是吃面 我算是干嘛呀 吃了 我怎么可以吃面 我帮他不帮忙的时候 我说阿姨 你要做鸡肉 我说阿姨 你怎么吃啊 我吃下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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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们都抹杠了 你们把这个地方逼分了 你们知道吗 你们都抹杠了 你们都抹杠了 你们都重邪了 你们 你们是这样 你不要鬼 你不要鬼 天呐 你们都不分工了 这个就是中共国目前最真实的状态 经营饭店的老板一个客人都没有 人都快活不下去了 防疫人员来的时候还要他戴口罩 结果彻底崩溃 把防疫人员给骂走 如果总加速时连任成功 这样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 过去的节目中我们曾经说过 星星之火已经遍布整个中共国 就差一个突发事件将其彻底点燃 前面我们提到了总加速时有个最大的隐患 就是他没有设立合法的接班人 那一旦总加速时升级突然出现状况 党内有资格成为黑帮大佬的人 以及各方势力一定会尽一切手段夺权 内乱将无可避免的发生 党内维持权力平衡的七上八下等各种邦规 已经全部被总加速时破坏殆尽 在没有规矩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 根据历史上的经验一般独裁暴君突然死亡 都会造成正体的崩塌 所以总加速时的健康就成为了机密 有人说你想的也太容易了 但是根据过往的历史事件 重大的历史转折往往都是由突发事件所引起的 只是这个具体的时间点没人能知道 我个人也只是分析一下概率而已 总加速时连任中共崩溃的概率最大 如果总加速时被软禁或者被控制 换上了一个相对温和的领导人呢 老百姓的日子可能会稍微缓和一下 虽然可能不用没完没了的做核酸了 那中共的经济问题也很难逆转 因为中共的体制就是滋长贪污腐败的土壤 只要这个体制一天不灭 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就不会停 老百姓被中共敲鼓吸髓的命运也不会改变 只是短痛变成了长痛 中共这个体制崩溃的概率也会大幅降低 解决中共的难题可能又要留给下一代了 有些人脑回路不够或者是故意搅浑水 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是中共的体制 总加速师也是这个体制逆淘汰下的产物 就算现在把这个加速师给软禁了 或者控制起来赶下台 只要中共利益集团还在 体制没改变 未来还会有各种加速师出现的 我个人非常理解一些朋友的心情 这些年老百姓被总加速师折腾的精疲力竭 所以把怒火都转移到了加速师身上 可是我们要看到问题的本质和根源 从最近网传的总加速师被软禁这件事情来看 很多人缺乏尊重事实和逻辑判断力 用希望和愿望麻痹自己 就像活在自己构建的一个世界里 真的勇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 逃避现实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还有一些朋友不懂得包容和理解 只要跟他想法不一致 不是屏蔽就是开始人身攻击 所以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明天中共就倒台了 那这拨人有没有可能为了夺取政权 对自己阵营的人大大出手呢 有没有可能因为意见不一致搞内斗呢 这不又回到中共斗争的老路上去了吗 那如果中国人不能学会尊重跟包容 就算中共倒台 中国也没有希望 只有彻底的从内心抛弃中共的思维模式 做事先做人 从做一个懂得尊重他人的人开始 从学会包容不同的意见开始 还是那句老话 我可以不同意您的观点 但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只有中国人懂得尊重理解跟包容 未来的中国才会有希望 好感谢您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